近日,关于中国女牌主公朱婷和前二船姚迪一起出游的消息,在网络上引发热议。 网友争议的焦点是,在中国女牌正需要朱婷的时候,她非但没有回归中国女牌,反而和队友一起游山玩水。 其实仅仅通过几张照片,就给朱婷定性是不公平的。 她并不是游山玩水,去香港也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做。 朱婷姚迪引发争议。 8月15日是中国女牌前二船姚迪的31岁生日,当天姚迪在自己的社交媒体晒出一组庆祝生日的照片。 从曝光的照片可以看出,姚迪和一群友人在海边的游艇上开派对。 其中,朱婷出现在照片中引发了网友的高度关注。 朱婷和姚迪都是郎平时期的球员,两人在2013年分别从天津女牌与河南女牌入选中国女牌大名单。 只是,两人在中国女牌的发展轨迹完全不同。 朱婷在郎平的打磨之下逐渐坐稳主力位置,并成为中国女牌无可替代的核心主攻。 姚迪则在八进八出国家队之后,始终只能作为替补二船参加比赛。 姚迪在中国女牌的高光时刻是在2019年,在当年的世界女牌联赛和女牌世界杯上,姚迪都有非常精彩的表现。 她也与朱婷一起拿到了2019年女牌世界杯的冠军。 朱婷和姚迪有意的升温源于天津女牌。 朱婷在2019年为备战奥运会回到国内,当时加盟了天津女牌,坐拥朱婷、李盈莹、姚迪、王源远四位国手的天津女牌毫无争议地拿到牌超冠军。 之后,东京奥运会因疫情延期一年举办,朱婷再次续约天津女牌,再次与姚迪等队友拿到牌超冠军。 朱婷连续两年荣英MVP。朱婷加盟天津女牌实现双赢的局面,个人拿到MVP荣誉,天津女牌拿到冠军。 两个赛季的比赛也加深了姚迪和朱婷的友谊。 两个人在赛场上并肩作战,在赛场下面几乎形影不离,是中国女牌最铁的一对闺蜜。 郎平带领的中国女牌兵败东京奥运之后,之前的国家队阵容随之解散。 2022年2月,蔡婷接过中国女牌率应,立即重新组建了新的中国牌阵容。 如今,蔡婷带领新中国女牌已经打了两年国际赛事,但是朱婷和姚迪再也没有出现在国家队。 其中,朱婷是多次婉拒蔡婷的邀请,姚迪则是基本上被蔡婷放弃。 球迷想在看到两人同场竞技非常难。 无独有偶,朱婷在意大利斯坎迪奇女牌打球之际,恰好球队中途更换二传。 在经纪人马尔可的运作之下,姚迪和朱婷神奇般地再次成为队友。 两人在海外顶级联赛并肩作战,帮助斯坎迪奇女牌拿到了欧联杯冠军以及联赛第三名的好成绩。 结束意大利联赛之旅,姚迪和朱婷先后回国。 当时中国女牌还在紧张地训练,但是两人都无缘回归国家队。 沉寂一段时间之后,通过姚迪发布的照片,球迷再次看到了朱婷。 她和姚迪一起来到香港。 姚迪发布照片之后引发巨大的争议,以至于姚迪不得不关闭自己的社交账号。 很多声音指责朱婷不回归中国女牌,反而和姚迪出游。 这种质疑深深地困扰朱婷和姚迪。 不得已,朱婷的好友威廉发生辟谣。 原来朱婷和姚迪是收到威廉的邀请前往香港,除了请二人参加香港的排球训练营之外。 最主要的目的是帮助朱婷做康复训练。 期间恰逢姚迪的生日,于是威廉与朋友一起为姚迪举办了庆生派对。 由此可见,朱婷和姚迪并不是游山玩水,而是为了赴约而已。 目前,朱婷留在香港做康复治疗,姚迪前往广东参加一个商业活动。 请网友还是要理性地看待朱婷和姚迪的行程,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间。 也希望朱婷和姚迪不要理会其他的声音,做好自己就行了。